5月5日,虎门大桥发生异常抖动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6日,中国交通运输部组建专家工作组到虎门大桥直到,对大桥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6日晚,著名桥梁专家吴明远在虎门大桥管理中心回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 吴明远称,虎门大桥抖动幅度已基本平息,根据目前检测的结果,此次窝震并未影响虎门大桥的整体结构。 我们昨天晚上的专家会的意见,认为这个是窝震产生的。 旋锁桥会有两种震动,一种是会影响舒服舒适性的叫窝震,另外一种就是会影响桥梁安全的叫做颤震。 我们这次发生的主要是影响舒适性的一个窝震的发生。 应该说这个窝震对桥梁结构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当日,记者从虎门大桥管理中心监控视频看到,5月5日15时50分,工作人员开始撤走沿桥跨边护栏的水码。 17时42分撤完。 那么现在呢,这个水码呢,就导致这个流泻型钢箱梁顿化了,使得呢,这个发生了这个窝震。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窝震发生以后,整个结构呢,实际上是安全的。 水码测了以后呢,现在我们看到结构也趋于平静了。 这个现在可以,这个桥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震动。 吴明远表示,虎门大桥是主跨达888米的大型悬索桥,重量达到15000吨以上。 震动后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平息。 它和塔康玛大桥呢,不太一样。塔康玛大桥发生的叫颤震,就在高峰树下的,它因为结构设计原因造成的这个破坏。 窝震是低峰树下的,大家也知道这个峰树呢,现在也就是10米每秒左右,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它两个桥梁之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对于虎门大桥是否超负荷运行,吴明远表示,在桥梁核载实验标准内运行的都是安全的。 近期虎门大桥对大货车等车辆实行现行,相对而言是安全的。 我个人感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今天晚上还会继续有专家会来继续地做这方面的研判。 据了解,虎门大桥是广东省境内一座连接广州市南沙区与东莞市虎门镇的跨海大桥。 因其连接珠江两岸、沟通深圳、珠海等重要城市,是广东沿海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虎门大桥于1992年动工建设,1997年建成通车,是中国首座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现代化悬索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